适合赛季末冲锋的独狗版本来了 这个版本不少独狗阵龙的强度都在T1甚至T005 顺利的情况下成型约等于吃鸡了呀 到底是哪几套呢 下面就跟着阿伯来看看是4.20的版本先导吧 第一套5 幻形龙组 核心羁绊和阵龙体系卡在最近两个版本中几乎被加强一个变 加上有金箍锅可以合成幻形转 成型以后不仅露的可怕 伤害还非常高 后期给两星的龙女带满装备 都有概率轻松秒掉对手的后排 输出完全不需要 如果诺姆希没3呢 后期可以把装备拆给维鲁斯 这套阵容呢 因为金颤颤的龙女能直接飞后排 所以铲子我们排到了T0.5 而云顶呢是T1中的 第二套 新德拉 新德拉自从14.16版本削弱以后就一直在加强了 现在数值甚至比赛季初还要高了 虽然技能后摇没改 但这个版本随着幻形重装也加强了 成功继承了T1行列 开具有新德拉且装备队 可以优先考虑去玩 新德拉前排搭幻形还是重装 又看你6级慢地的时候 哪边的一子来得多就有哪个了 第三套 金丝猴 这个也是赛季初的老阵容 上版本已经沦落为冷门吃风阵容了 这版本呢 金克斯 猴子 四联手都小加强 强度又上了一击啊 可能会出现同行了 所以我们开局不深人口小连败抢攻速 优先合成金克斯的装备 用完美的装备质量来下推他们 现在金克斯开技能自带无视护甲 所以优先双羊刀加分裂 猴子呢推荐板甲狂图加任意漏装 同样能玩的三费阵容还有小法师 优点是很少会有同行 缺点是体系前排太少 别人前排一堆漏 这一套前排满打满算也就三个人 弹度会比较差 刚需维古斯的三星 但是拿到法转开出七法或者施法呢 那么就直接化身推土机开过去了 第四套 复苏学者 版本削落的只是五花仙子装备 弱没有被削落 加上四学者小加强 过渡体系卡佐伊阿里也加强了 更容易平稳过渡上巴 找到两星锐子 文学上九找到一张米利欧 就是质变 有学者转开出六学者 那么强度就更恐怖了 对面打不死李先排 然后直接米利欧冷手发多件装备 平推对面 装备方面优先要保证 电刀鬼输或者红buff这种功能性的装备 尽量不出青龙刀 因为六学者是不缺回来的 最后是新进的大羁绊阵龙 七魔神 推荐有魔神转的时候 在优先考虑完这道 只要能找到贝雷亚投胃血量 就有很大的概率完成吃鸡 阵龙方面六个魔神不要爱惜 加三个外援 有两种搭配 你可以选择塔姆泽拉斯卡尔玛 也可以选择加里奥诺拉卡尔玛 这样就能形成多C位的体系 常规音音节奏是开局有转 先做漏装和法系装备 保证连胜即可 其他上版本强力的阵龙 比如命运维鲁斯 螺旋制胜 吸血鬼节战狼冷 六狂暴六时间七冰霜八次元等 依然是可玩的 但因为这些都是老面孔的 我们都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这边就不做赘述了 阿北都做了这种推荐的图 方便大家使用 你们可以截图看一下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